用最帅的脸做最狠的是 批哥四 想保队友近四攻 却频频受挫的维利安彻底崩溃了 在热门综艺披荆斩棘第四季的舞台上 维利安部落与梁龙部落达成了一场重要的结盟 这场结盟的背后 隐藏着严峻的挑战 因为在这两个部落中 哥哥团队排名最末尾的两位哥哥 言义宽和袁成杰都在这里 尤其是袁成杰 在第二次公演二公中排名第三时 仅在参与二公的31位哥哥中高于最后一名 这个排名让他和他的同盟陷入了巨大的压力 这个排名意味着 如果他们所在的同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失利 袁成杰就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因此第三次公演三公时 在自担任队长的维利安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赢得比赛 他知道只有赢得了这场比赛 他们同盟的哥哥们才能全员晋级到第四次公演四公 人爱 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 在三公的准备过程中 维利安部落遭遇了重重困难 他们在排练过程中频频受挫 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面对这样的局面 维利安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深知自己肩负着整个同盟的命运 在一次排练结束后 维利安终于忍不住内心的压力 崩溃大哭 看到队长如此伤心 队友们纷纷上前安慰 他们接力鼓励维利安 让他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 在队友们的关爱和支持下 维利安逐渐平复了情绪 重新振作起来 他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 自己不能倒下 必须带领团队走出困境 赢得胜利 经过一番努力 维利安部落和梁龙部落的成员们 其心协力 终于在三公的舞台上 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虽然过程曲折 但他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团结就是力量 在这场艰苦的比赛背后 他们不仅赢得了荣誉 更收获了深厚的友谊 而这一切 都将成为他们在披荆斩棘 第四季舞台上最宝贵的回忆 在披荆斩棘第四季的 第三次公演三公准备过程中 维利安部落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的第一个挫折 就是被罚红牌 在红牌考核环节 维利安部落和梁龙部落 联合表演的舞台 爱得恰恰出现了重大失误 由于唢呐的声音过大 哥哥们根本听不到其他伴奏 导致整个表演乱了节拍 这个失误 直接导致两个部落被罚红牌 而红牌的后果无疑是沉重的 它意味着队伍成员 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大大增加 根据节目的规则 拿到红牌的同盟 需要派出一位成员 进行个人solo表演 这个solo表演成为了 降低淘汰风险的唯一机会 如果solo表演获得胜利 那么整个同盟的淘汰风险 将会降低 反之如果失败 队友离开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在德之同盟被罚红牌后 维利安毫不犹豫地决定 亲自出战个人solo 她选择了一首传唱度较高的歌曲 慢慢的 希望这首歌能够为她在solo环节 带来一定的优势 维利安相信 这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和她在演唱上的实力 或许能够为他们同盟赢得一线升级 为了准备这次至关重要的solo表演 维利安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她反复练习 不断调整演唱的情感和技巧 力求在舞台上呈现出最佳的状态 她知道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更是对整个同盟的责任 她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到同盟成员的命运 这样的压力让她在准备过程中倍感沉重 在solo表演的当天 维利安带着全队的期望和自己的决心走上了舞台 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 情感真挚而动人 将慢慢等这首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 台下的观众和评委都被她的表演所打动 而维利安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勇气和坚持 尽管结果尚未可知 但她的努力和付出已经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在讨论谁出战个人solo时 袁承杰表示自己也准备了歌 要是输了 自己走了就不会有什么压力 然而为 梁同盟为胜算考虑 觉得声光电舞台慢歌会比较有优势 就选择让维利安上 在披荆斩棘第四季的赛场上 个人solo环节成为了所有参赛哥哥们心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正如袁承杰在后采石所说 如果去参加个人solo的哥哥不幸输了 而且最终被淘汰 那么去参加solo的人将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种压力正是维利安此刻正在经历的 维利安渴望赢得比赛 但她也害怕袁承杰所描述的最坏情况成真 这种恐惧让她的压力倍增 尤其是在她肩负着队长 责任何个人solo的双重压力之下 她看着身边的盟友们为了胜利而拼尽全力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个人荣誉 更是为了让任何一位哥哥都不被淘汰 作为队长 维利安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 人爱压力之下 维利安的短板开始显现 跳舞本就不是她的强项 加之练习时间有限 她在彩排时频繁出错 左位不准确 表情管理不够到位 总是给人一种在思考下一个动作的感觉 缺乏舞台上的松弛感 即使在接下来的彩排中 她仍然不断犯错 出场时的动作不够利落 状态似乎总是不在线 就像是在舞台上走路 节奏也总是慢半拍 维利安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焦虑 她知道自己必须迅速调整状态 她不断地回想自己的舞蹈动作 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 她知道 如果不能在正式演出前克服这些问题 那么她不仅会辜负队友的期望 还可能面临淘汰的风险 在队友们的鼓励和指导下 维利安开始更加专注地练习 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动作 直到汗水湿透了一倍 她告诉自己 即使跳舞不是她的强项 但作为队长 她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 她必须为了团队 为了那些信任她的哥哥们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终 维利安在正式的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进步 虽然仍有瑕疵 但她的努力和坚持赢得了观众和队友的尊重 这场个人solo的挑战 不仅是对她个人能力的考验 更是对她意志和责任感的魔力 无论结果如何 维利安都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队长 这让维利安陷入深度自责 自己一心想赢 却成拖后腿那的 他们已经是红牌了 一百位自己跳成那样 对所有人都很愧疚 开始极度的不自信 整个人就崩了 队友们看到队长这样都向前暖心安慰 弗龙飞说她这个唱跳歌手第一次唱纯曼歌 是在舞台上也会很不自觉的露出一些唱跳歌手的很多动作或者其他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样的表情是对的 所以唱曼歌的维利安忽的去搞唱跳 有错误是正常的 徐海乔努力帮助对方重拾自信 说你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第一个面对出舞台的 当时他们所有人都不敢面对那个舞台 你说我第一个来吧 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 从一攻二攻到三攻都在一起 你什么样我最清楚 你要是不强大 我也不可能靠你这个大树 我说我就跟着维利安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 你是特别好的队长 人不能得自己很大压力 人不可能都擅长 我又唱歌优秀 又跳舞跳得好 长得又那么帅 不可能人人都是六边形 庆联告诉维利安他们这个舞台很酷 不是因为跳舞 跳舞不是他们舞台的魅力 而是他们的关系 就是大家一起跳的时候 已经很有默契 这个才是一百威斯的魅力 在披荆斩棘第四季的紧张氛围中 维利安在一次与队友的交流中意外的流露出了自己的脆弱 他本来只是想简单的聊聊自己的压力和担忧 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哭 人爱 当他说出心中的不安 那份脆弱的情感就像决堤的洪水 无法控制 队友们对他的支持是百分百的 他们的理解和鼓励让维利安感到温暖 但也正是这份温暖 让他的情绪防线彻底崩溃 他试图忍住泪水 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显得软弱 但情感的洪流太过汹涌 他最终没能忍住 泪水夺胖而出 哭泣的维利安 就像一个孩子在外受了委屈后 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 他的泪水不仅是压力的释放 更是对对友信任的回应 哭过之后 他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 仿佛一场心灵的暴雨过后 空气变得更加清新 情绪的宣泄让维利安重新找回了斗志 他擦干眼泪 整理好心情 再次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他知道 泪水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 才能在舞台上证明自己 才能不辜负队友的期望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维利安更加专注和投入 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做到完美 他的变化让队友们感到欣慰 他们也更加齐心协力 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这次情感的流露 不仅没有成为维利安的弱点 反而成为了他前进的动力 他学会了在困难面前展现真实的自己 也学会了在队友的支持下 变得更加强大 在披荆斩棘第四季的舞台上 维利安和队友们一起 用汗水和泪水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对队友的努力和对自己的在乎 言义宽 袁承杰很感动 觉得自己没什么能为他们做的 就晚上做了鱼汤 准备了水果给他们宵夜 而这反过来也让维利安他们很感动 觉得他们这个大家庭很温暖 更加有力量投入到训练和争取胜利中 本文由清浅直说原创 未经作者授权尽职转载 欢迎大家关注 一起挖掘有内涵的娱乐生活